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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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紹五行養生法 這個五行就是金木水火土 我們這人體裡面有五行 你的肺屬金 你的腎屬水 你的肺屬水 它有乾屬木 那我們來到昆長不同的季節 駐下全容 還有身體的不同的身體狀況 東方佳穎 南方冰淀火 北方冰淀水 西方更新鮮 中央呼吸 東方的氣 這是在早上東方的氣 叫做紫氣 北方冰淀水 這個是在北方的氣 這可以有助於二人能練功力 那為什麼能夠得病 得肝病 因為每天都瞪著一個東西在看 然後慾 直的 目不轉睛 再忙 那也很多肝病 所以討厭 所以你要練這個胆筋跟肝筋的時候 就讓酥肝解育 身體要動 這樣放 好 放回來 休息一下 這個是春天的話 我們對你的肝筋 然後做完以後 你第一個死 我會感動 做完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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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有邵陽 右太陰 後有密護 前生門 十日 十日夜 呼吸成 他就在講這個當天裡面的修煉法 我會感動 走夜路 你走夜路 走你旁邊 那怎麼辦 這叫小抹子 放在胸口 在這個地方 然後如果你 當然如果你把兩個手指頭 把兩個這個放在一起的時候 這兩個指頭可以打出很多手影 像这个 这个手印 这是太上脑筋的这个 重骑的 重骑脑筋 那我们一般开始练的就是要练什么叫太极八卦 这个太极八卦就是你要静坐的时候 你到野外到山上 不入谱线 愿得不止 好 大家好 这一幅图就是道家里面的密宗密 所以很多人他 老师你教我啊 你教我啊 你讲那么多我听不懂啊 三个重点 你要研究道家这个功夫 第一个 你要经典 道德经 参容器 皇帝经 这三本书里面讲的很重要 我现在一个介绍 然后你要注意听 如果你没有这些基本的这些心法 你练功法 呼吸 意念 练到最后 走火论魔 而且你不晓得怎么办 所以道家有三套功夫 第一个就是经典 第一个是练气 这是这个气功能的要点 第三个是法奇门 这是弧作抖印 好 我来介绍这个 你看哦 他这里写一个 红红白白的水中年 出乎你也而色转间 他这里他说 道乃天地心疑痴不可寻啊 生透药蓬去用水谋争 真人之习以至生生 或不是贤能你消息生 你高酸流水少之因 这要讲什么 在讲人体里面 你第一个练功的时候 你找到这个条路的话 你就活很久 因为这是你在那个鲜明归子 或道家的道上里面 这一幅足述我把它画出来了 你只要把这个练通了 你就上去啦 那这个叫 《老子道德经》里面有个计划 叫贤品之门 天地之根 用之不勤 绵绵若成 在讲什么 说贤门 人体的贤品之门在哪里 你的贤门就是你人体的生命 不是这个贤门讲好听哦 贤品 叫做贤品之门 所以这幅图就是要告诉你 你要怎么来把这个人体的这种生命力 生命力不是在 生命力在心脏哦 心脏不是你去跳 你去练的 所以这个他自己又讲很有道理 不是贤门消息生 高山流水少之阴 这个贤门叫贤品之门 所以道家在练功讲贤门 这个我希望大家有缘的 你好好慢慢听 心无气躁了 对不起 你就不要看 很简单 因为这种 我要传有缘人 我现在把 因为这道家的东西它是密 密而不宣 它是密而不宣 灰尘不传了 你在网路上 我怎么两三个钟头 一二十分钟都告诉你 不可能嘛 你没有缘的话 我们讲不到这里面谈 这个我刚刚讲过了 黄庭经是一本解剖学 参同气是一本生理学 参同气告诉你 你要在不同的节气 不同的时辰 你练功你才不会伤到身体 那黄庭经是告诉你 正确的人体的丹田位置 还有三个 上丹田 中丹田 这个下丹田 黄庭 这个黄什么意思 黄这是东方加营门南方比丁火 红色 白色 黑色的 正中央这个黄层之色 金层之色 中央的色 这个是人体的能量已经集中起来的 庭这是四面八方的气 它进来了 内井是里面的 里面有能量有光芒 所以黄庭经这一本 你后面看到的这个 黄庭经有三十六章 内井有三十六章 外井有二十四章 这个我以后会一个一个图文背貌的来跟大家解说 那你想要练身体 也要想练道家的东西 你一定要先通经典 第二个 再通功法 你经典你不懂了里面的心法 你练的话十个九个会伤你的身体 这不是开玩笑 不然的话你就滑前秀腿嘛 你在那边呼吸在那边动嘛 你那个叫什么 就是耍架子嘛 你打钱也一样嘛 所以有人 老师你赶快教我 我怎么教你 你没有心法 好像说你没有根基嘛 我怎么教你呢 所以有缘的同学 你多多慢慢看 后面这一幅图就是我们讲的 三动 三动就是动贤 动真 动神 有三动就是人体的上 中 下 三个当天 你的脑 上当天是脑 中当天是心 下当天是以黄田为中心 肚脊为中心 有三个当天 每一个都要有八个井 像你的耳朵 鼻子 眼尖 还有你的心肝脾胃肾 都有一个神 叫做二十四针 所以叫做三动八井二十四针 这是修道家的功夫 它这个叫秘符 叫义符 这是你修道高境界的时候 像我日式地址 我的日文地址 你要让我这一幅 这个是我把它整理出来了 你外面看不到了 黄金精神只看到书而已 所以我希望大家慢慢修 慢慢练 这个叫做秘中秘 那有人说 我认识你 认识身体 我要知道那个干什么 我请问你 你没有根基 你根本没有圆缘 你也不小 没有名师 没有老师跟你点话 你怎么练啊 你怎么练啊 你这个一个生理就这么一个嘛 那你就一个粗乎满汉 我想办法是 你去练脊重就好啦 但是你没有脊寸你就走了啊 你身体就生病了嘛 你把身体练得很强啊 一下子心脏停了 走了啊 好多啊 死了啊 吃了很补啊 一下子就走了 所以修真 这叫修真 是要修你的身 还有心 还有你的灵 还有里面看不到的 我帮你打坐 坐到最后 走火入魔嘛 所以 第二段 第一段是心法 第二段就是开始讲功法 这个就积极 第三段就是什么 保护你的灵体啊 手印 手印 法其门 这个内经图 是要打通任徒二脉的 修真图是要灵修的 一个是练阳神出教 一个是要练气的 所以这张户图喔 我们大家大概都看过 那这个内经图大概讲什么 他就是讲那个内经 我们有二十四针 内经就是你的头发啦 眼睛啦 耳朵啦 你的干心干脾肪 里面都有神 所以他里面有讲到说 干神浓烟至寒明 圣明咸明至于烟 心神丹烟至守灵 这里面就要讲说你人体都有气 他这个气没有的话 谁没有就死了 内经是三栋八经二十四针 是在讲这个要打通任徒 我卖了内经图 所以这两幅图我画了好久 这一幅啊 这叫修真图 修真图是在讲这个 里面讲人体的浅尝的这种超能力 它有九针啦 太宜啦 流珠啦 还有这个弦鹰啦 气穴啦 这是三个丹田 这是外景经里面讲的 所以外景经是在讲这个 像这一幅修真图 所有的这个渊源 都是从黄庭经来的 念弓是要强生 还有修你的那个 修你的那个 里面的这个元气 那到一个阶段 你的灵会提升 所以你会看到有光呢 已经毕了 哇 紫色光 白色光在里面散 那时候你的灵光 我们叫做灵光 叫做元神 它会出来 那一生出来的时候 你要记住 它一定要有 我们第三段 我们刚才讲过第一段是经典嘛 你要去读一些 看一些道家的这种心法 再来是练功嘛 练功里面 它心法里面告诉你 这是你很长的力量 第三段是什么 第三段就是灵 灵就是你要练法奇门 法奇门 是讲的符坐斗印 当天观俏七世火候 八个字 京东这八个字的话 太厉害了 口诀不在宜丹经 火候然失于祖国 这什么意思 上有魂灵 下官园 左有邵阳 右太阴 后有密户 前生门 十日 十日夜 呼吸尘 它就在讲这个 当天里面的修炼法 新干瓶又是没有变 那我们在六指诀 虚 喝 呼 歇 吹 忌 里面有谈到 如何共二十四小时的排长 有时候在一个季节里面 或在节气里面 或一个荒位里面 它以作为一种能量 就是要练起 然后按照这个天干地质 还有荒位事成 来把人体的这个灰气 要让你肾脏的肺气排掉 好 这个大拇指 你在吸气的时候 这个叫伸 你看这个叫伸 把它翻走这个 这个是箭子 这个是箭子 然后这个左脚要在虚步 这个叫第五 伸油 好 你要呼呼 这是导我们肾脏的气 到肾水上 第一个 油 好 这个手 这个手指头 好 你就拉进来 热脉 拉到这个位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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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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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来我们再开始来 你练完三交通气以后 它从上中下的气 下来通了以后到丹田以后 你要把收尾的经脉的气要收到丹田 因为上丹田有三个 这叫下丹田 这叫中丹田 这叫上丹田 初级是要练这两个 这叫下丹田 叫它足迹公布 这两个地方 就是气要先挤在丹田 好你看哦 这条放在里面 有拳踩到有拳 他在丹田 这一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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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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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摩 他那摩 他那摩 美麗走路 作詞・作曲 初音ミク 作詞・作曲 初音ミク